因為這個Tripe對於半型字 它不是它的優勢 所以算是它缺點 它不會處理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旁邊先插入一個 那個什麼文字類裡面的ASC 然後可以把它先自行轉成 ASC的話就是把裡面 不管是全型半型 反正只要全型字 一律轉成半型之後 然後你就讓它 這個地方我總共有這些 這些要轉的 你可以把它轉完之後再複製 再把它選擇性貼上 只有紙就可以了 就把它這個裡面的紙通通貼過來 這樣子的話 就全部通通都敗型 那你再來做後續的處理 就沒有問題了 可以少掉一個麻煩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剛剛的那個問題 開發人員不是已經幫我們怎麼樣 把那個結果輸出 那另外的話 如果假設我要數次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嘛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剛剛 這個 這個SUB 我就直接把這個地方 我也把它貼到雲端上 有沒有 第二頁的地方 然後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公式 當然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SUB名稱乾脆什麼 乾脆改成叫做英文算了 或者留下英文 反正你不用那麼慘 英文 輸出英文 那你會發現英文的話呢 它的規則就用like 所以這個規則 假如說 你要改的話 比如說數字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乾脆把這個拿來改數字就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底下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改成數字就OK了 OK 數字 有沒有 然後改哪裡 很簡單嘛 不就把這邊改成0到9 對齁 然後後面加一個點 OK 輸出的話呢 我們剛剛是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C2到C8 但是數字是D2到D8 所以應該改哪裡吧 OK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把它改成D 這邊把它改成D 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 它就會 輸出我們要的結果 不過 我試了一下 其實理論上它會找不到數字是沒錯 而且會找到點 但是問題 有個格式上的問題 因為如果假設你輸出的是 6.0的話 那6.0對以色列來說 點0是無意義的 無意義的話 因為6.0就是6嘛 就是整數啦 所以我發現如果你輸出 其實它本來是6.0 但是它會變成6 因為它會自己轉換 除非說你要再把它轉回來 不然的話它會消失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看 這邊如果沒有對不對 理論上 當然如果你假設你找的沒有點 比如說你輸出 0到9 這個執行到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這個程式貼下來 名稱記得不能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 sub改一下 第二個就是輸出範圍改一下 第三個就是這個 你要找的字改一下 有沒有 所以三個地方改完 按執行應該就OK了 有沒有 然後 沒有 因為我剛剛有多做一些動作 就是把這邊有沒有 小數點位數增加就會了 那如果我把它減少 比如說把這些範圍的資料有沒有 或者甚至我把它的格式有沒有 通通都清除掉 清除格式 也就是說原始的這個格式 我如果就是我不要通用格式嘛 那除非說你要讓它有的話 你變成你可能要把它數值 小數點位數要預設給它 如果你沒有先做這件事 那它應該就會出錯了 我試試看給各位看 如果第一個 我們大概先找什麼 找0到9 看輸出應該沒問題 有沒有 0到9 沒有 因為我這邊還沒點 如果我點下去 那你執行的話 理論上應該 是會出現那個什麼 應該要出現點幾 比如看這邊有 11.0 11.0 6.0 6.0 好像有三個點 那如果現在多了那個點之後 應該會出現 可是我剛剛講 因為以色友太自動了 他會自己判斷 你輸入的資料 比如說你輸入11.0 他就自動把點0拿掉 因為他如果0這個沒意義 點0這個沒意義 什麼11點 沒有這種沒有這種數字 除非你有小數點 不然你點0是無意義 就像說你在數字前面加0 開頭是0 他會把0拿掉 一樣的道理 OK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有沒有發現 11.0 6.0 6.0 奇怪點0通通消失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自動幫你拿掉了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讓我有點麻煩 你變成說 你除非你要輸出之前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先把這個數字 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但問題會不會變每個都有小數點 這也不合理 OK 所以這個又是另外一道問題 執行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應該是可以OK 可是會變成說 每一個都有點0 這個東西出現 所以變成說 我有稍微問他一下 我請他解決 我發現他好像不太懂我的意思 所以得到了結果 那這個時候當然 如果以這個問題 應該是複雜 比較個案 所以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看懂程式 所以我會自己知道怎麼改 比如說什麼 我可能要另外去 當他找到的是點的話 那我就把他的格式 改成有小數點的狀態 如果沒有點 那就不用加 可是問題 光要寫這個程式 那就難度比較高了 OK 所以沒關係 不然的話 你們大概知道這個方向 因為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難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 你學翘EB 他是真的可以快速的 幫你公式轉VBA 這件事是無庸置疑的 可是轉換之後 恐怕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怎麼去針對個案 像這個就個案 因為點這個東西 對以色列來說 他會認為點零這個是多餘的 所以他會自己太自動的把它刪掉 所以你要想一個辦法 要怎麼樣讓他不要自動刪掉 OK 如果那個辦法想出來 那你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我剛剛想到的方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它小數 但問題又多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不需要有的就有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麻煩的地方 恐怕你們自己在想想看 所以這個輸出沒問題 這輸出沒問題 最後當然我們再寫個清楚 如果寫一個清楚也很簡單 這個清楚我都習慣自己寫 你就打一個sub sub然後空一格這邊清除 enter 那我要清除跟這兩個範圍一起清 所以要清的範圍就是c2到d8 應該記得吧 我們前面寫過 你用range range這個物件 只是用範圍 那範圍就跟他講哪個範圍 從c2 到d8這個範圍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清掉 清掉就等於兩個雙引號 那就清除了 ok 那就這樣子把它執行看看 就執行清掉了 所以目前我們在至少可以做出來這樣子 英文 數字 清除 可以三個sub 這三個sub 最後呢 你就直接把它做成按鈕 ok 因為數字這個我想我們再另外處理 因為這個是可以處理 只是說這個處理起來 就變成說你要去改VBA裡面的程式 當然如果你會寫VBA的人 應該不算困難 而且不用從頭寫 你只是要改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寫VBA你們應該學到什麼程度 就是學到會改 其實暫時就很夠了 至於同學剛剛有問說要看什麼書 我是覺得哪一本書這樣使用手冊 真的很難看得下去 所以我是建議你們可以去成品書店有沒有 然後去架上看 然後呢如果那一本書你看得下去的 你再買就好 如果你要省錢呢 你就回去在網路書店買更便宜 因為成品不打折 ok 不然你跟成品買 不然成品快倒了 你很多都收起來 因為很多人都這樣 我有時候也會有這種念頭 但我後來發現還是要跟他買一下 不然後來成品都沒有錢賺 那一家一家都收起來 因為成品已經收13家了 有沒有連那個 哇松菸還在 然後信義也收起來了 那最早那個蹲南就不用講了 因為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 我好像睡不著覺 都會去蹲南 因為蹲南是24小時 而且半夜其實人真的還蠻多的 他那個看書的地方真的很舒服 你隨便一個地方都可以坐下來 然後你愛怎麼看怎麼看 看到你想睡覺再回去睡覺就好了 真的還蠻不錯的 可是現在蹲南收起來了 現在剩松菸 可是松菸不曉得是不是24小時 可是松菸那附近好像就比較 比較沒有那種熱鬧 有沒有 後來就比較少去了 ok 所以你可以去看 然後看了覺得這本書 你看得下去 然後他寫的比較有趣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 我發現最近好像都是翻譯書比較多 像日本人寫的翻譯書 日本人翻成中文的比較多 你們可以自己再看看 等於你們的學習 那因為目前大概就很少有什麼公式跟VBA結合 下面就是這個函數歸函數 VBA歸VBA ok 如果你要兩個混在一起 只能靠ChargePT ok 所以也許試試看 看這個問題能不能透過ChargePT解決 如果你有透過這個ChargePT解決的話 也歡迎你再跟我分享一下 因為說真的 我花很多時間就是幫大家遇到問題 幫你們解決問題 很多東西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我不是說我去看哪一本書告訴我 我是自己 對我這個東西很重要 但是為什麼都沒有人講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試試看可不可以 有點像是前面就是荒谷一片沒有路 那你要想說這邊可能有一條路可以走 那我就走走看 走通了我就直接帶你們走這一條路就好 就是一個捷徑 直接就通到這邊去 大概是這樣 最後的話就是把這邊名稱改成Sub 改成數字 改成清楚 所以一個Sub可以對應一個按鈕 還記得吧 我前面有講按鈕還記得 開發人員按鈕 再插入一個按鈕 所以最後我是希望你們 這個練習的作業 其實應該要交作業 但是你們自己 如果你做完了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作業留下來 因為我老大最後會可以給你們學分 一學分 學分好像我會打成績 所以最後課程結束需要交作業的話 你就把這個作業交上來 如果你不在乎成績的話也沒關係 我就貼三個 因為我可以這個是英文 這個數字按右鍵重新指定它 成為數字 並且把這個名稱複製起來 然後再貼回去 所以會有三個 所以今天的ending的作業 今天的部分呢 就是會需要請各位做這三個 我是建議的 真的這也不會很難 你不用混的 你一定要自己做 清楚 一個 兩個 三個 感覺 你做得出來 我覺得你感覺是不同的 而且如果你上班的時候 每天都會按按鈕 你同時 哇 哇這什麼 怎麼這麼厲害 按一下你的事情就搞定了 有沒有 你工作裡面一定有這些東西的 保證 每天我看很多人 可是如果你不是用這個方法的人 你應該就是怎麼樣呢 點兩下 Ctrl C 應該吧 不然還有什麼好方法 我不知道 可是問題Labs 它不見得一定是Labs 對 你位置都不固定 因為這個是沒辦法找出它的邏輯的 所以你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會是最快的 不然你剩下就是用人工了 人工很貴 而且人工真的很 OK 好啦 所以請各位把剛剛的這一道題目 試著轉換成VBA看看 那我一樣會把這幾個程式 一樣就是會幫各位貼到那個雲端上面 就這個的下方好了 總共有三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我剛剛去這個 對 我想太多